咱们密室的女嘉宾连一下线 看看密室女嘉宾对这件事怎么说啊 家庭嘛 男士要大度一些 牵扬一些女士 因为家庭嘛 要有和谐 就是没有讲理的地方 互相牵扬一些 就比较和谐了 如果一位男士对你特别的好 同样要求你这种方式对他 你觉得会不会有压力 我感觉心情不太愉快 比我很好的我对待了 你要这么样的对待我 我感觉心里也很不痛快的 比如说一个人爱另一个人 他是有不同的方式的对吧 对对对 不能都爱你这种方式 对对对 因为都是换位思考吧 每个人要换位思考 你就是比较和谐一些 我觉得要是一个男人的话 对这件事不应该记得 这个事记得近了这么多年 我特别理解大哥一点在哪呢 因为他在生病期间 生病期间我跟大家讲 就是一种焦虑 焦虑的心情一定是要求 身边伺候的这个人 一定是把他放在心上 他和平时的放在心上 还不太一样 因为为什么能够把对方 放在心上体现在哪呢 一个是把你的日常放在心上 把你自己的重要的节日 比如说生日 还有结婚纪念日 放在心上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把对方的情绪 放在心上 这是夫妻在经营之道当中 特别重要的一点 如果要是说在生病的情况下 可能这个情绪方面的宣泄 要更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刚才大哥提的 这要求 所以我们平常当中 对于女性来讲 可能是觉得 不一定做得那么周全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但是在病人的身上 可能这件事情 对他内心的打击 可能会很大 他为了这件事 就是像做病的似的 所以老老地去在心上 对不值得 做一个男人 这就证明他的心太窄了 我觉得只要是过日子 就是一心一意 给我过日子就行 我就想找个这样事的 就是对生活 就是点点滴滴 我不需要 就是那个点点滴滴 就是需要叫人啥的了 我从来也不叫人 你不会因为对方 没有按照你心理想法 让去做 而去感觉到 就是爱的一个方式 其实假如说的 刚才说的 这位男嘉宾说 就是他付出多些 男人比女人 必须得付出多点 男人嘛 男人就得大度一点 就得让着女人一点 所以说男嘉宾 就通过这件事 好像很多女士 都认为你不大度 我不说那一 我不拿这事说 所以他有病 我24小时踏在窗边 我拿了背床 真的不像是 你们理解的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叔叔 特别重情重义 他现在的前妻 因为脑欲血是吧 有点半身不随 然后因为他儿子 常年在外地 可能也是嘱咐爸爸 说在身边 你偶尔去看一下我妈 我们叔叔是隔三差五 就是很偶尔的 就是买好菜 就儿子一嘱托 他就去看一眼 这个他前妻 他前妻到现在 也没有说叔叔不好 我觉得叔叔是啥呢 刀子嘴豆腐心 他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 爱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放下 我就咋对你咋对我 咱俩现在别拌嘴 知道不 互相互爱 互相体贴 干活干多少 无所谓 所以我现在自己 我现在自己 啥都能干 啥都会干 但是我 比方说我给你做的饭菜 不一定对你口味 但是我会做 是吧 但是我做完事以后 你别 咸了 淡了 妈呀 还不让人说呀 你比方说 他要上人家 过年回家 我儿女都回来了 他哭的 出房子累半天 干一桌的 一上桌了 我儿子 这菜呢 我糊了 这菜什么玩意儿 生气不大 嗯 是吧 所以咱这吃饭点 就应该说 这好吃的吧 真好吃 一点都没糊 不是 对不对 咱不也没糊 菜不能糊 咸了淡了别说 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二号女嘉宾 男嘉宾的这说法 你认同吗 认同 我也就是 假如说他做饭了 我不做 他做这一桌饭 我不得挑刺的 不得说的 咸了淡了的 不得说的 他就先弄他了 先弄他了 对 对 也要不忙这么多 我跟你说 那你要是不说 他下次还这么做 不是 背后说 就是背后就是说 他啥叫背后呢 吃饭的时候 俩人都坐那是背钱 对 真说 就是 这菜好吃 每次不做 就稍微一个淡点 对 方法是吧 对 就比如说这道菜真咸了 我看女嘉宾你怎么说 我就过后就说几话来了 你现在就对了说 你现在就对了 对 过后就说 你这个 你看这个蒜苔炒得有点咸 那下次淡点 就是过后说 吃饭的时候咋说 我来听听 吃饭不说 吃饭就吃呗 吃完饭 过后得一块 那人们也来这菜做的咋样 做的挺好 你看 完了过后咋说 啥时候做过后 算得有点咸点 他床上要睡着了 我跟你说个事 对 过后说 这种方式行吗 行 这是两口子多累呀 还分阶段唠嗑 你别打击太大 除了一直累过去 这样也超好 我跟你说 贾姐我认同 就是你跟那个二号女嘉宾 跟二号大姐 你俩性能肯定不一样 我跟你说 叔叔这样的人 你就适合找二号女嘉宾这种 其实生活当中就在点点滴滴 可能就你这一 说话的一个语气 说话的一个方式 就让对方从兴趣高万丈 一下落到了千万丈 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一点 你如果要是给对方 一点点的阳光 他一定会灿烂 如果这个家 他两个人心思都在这的话 所以生活当中不管是吃饭 做饭还是什么也好 对方付出的劳动 你一定要看在眼里 哪怕是他干得不那么完美 你有他这一方的 对你鼓励他了 他以后可能会接着干 如果他干得不那么完美 你一下说到不完美的地方 下次根本就不会干了